繼續帶大家來關心環保方面的議題 家紀市邊緣環轉空氣品質 市場投身體環路PM2.5的農土 對健康三星富民的影響 新立空氣污染控制委員會 今天已經邀請李婉田議書 由氣候變遷跟空氣品質的議題來開港 國際性尋求方案的演講 傳承到家紀市民 親自了解氣候變遷的嚴重變化 跟日後我們人的發展 打開工去市民對環境改善的新事業 共同打造力學優勝下期 家紀市長投身體擺換轉空氣品質 成立空氣污染控制委員會 今天已經邀請李婉田議書 由氣候變遷跟空氣品質議題開港 世界現在最關注的一個氣候變遷 以及我們空氣污染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說李院長的到來 能夠帶給我們更多對於空氣污染 氣候變遷的了解跟啟發 能夠讓我們加一勢氣連 我們空氣污染全國最差 全國第一名空氣污染的這個事情 能夠大家一起來解決 能夠把我們空氣做得更好 希望說我們台灣的整個的天氣變化 非常的厲害 能夠又這樣子有一個解決 非常感謝我們 李婉田議書就氣候變遷跟空氣品質 跟在城五百多月同市民 以及局處長、校長、理長 同市運作基礎的重要人數演講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衣副議長 尷尬環教授主持 2021聯合國的這個氣候變遷小組的會議 就是第二十一次的會議 如果今年大家還是不願意說 共同努力極速減碳的話 我想我們的下一代 真的會過得很暗淡 我今天我離開台北以為 嘉義是空氣最乾淨的地方 但是火車被靠近嘉義 才看到整個洩汗的這個平原的汙染 很嚴重 這是我以前沒想到的 英港二代風管尋到國際性 經過郵和市民生活濕濕相關 英港、教育的一代空氣汙染影響 以及重要性 將減少汙染融結生活當中 相信加計市 成為改善空氣品質的標桿社區 希望可以再看到美麗的漁山刷空 最近尋問蔡平棟 甘季七 蔡孔波登 對